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视频。我们先看重大的时间。 大多数华尔街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将在未来一年陷入衰退,经济学家们平均预计美国将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减少约17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每月约12万个。 当然,每次衰退都是不同的,其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造成衰退的原因和持续的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失业率在经济仍在萎缩时达到最高点,而在其他情况下,在经济衰退正式结束几个月后,失业率才达到最高点。 许多经济学家目前认为美国经济将温和衰退,但即使是这种情况,至少也会导致数十万美国人失业。 根据亚特兰大联储模型的基线假设,一年内失业率达到4.2%或更高,将意味着美国月度净就业人数已变为负值。 以下是各机构的预测。 美国银行 预测经济衰退将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这将导致失业率在2024年初升至4.7%。 根据就业计算器,这将相当于每月净损失大约9.7万个工作岗位,或者说在失业率达到峰值时净损失约110万个工作岗位。 德意志银行说,经济衰退将在今年最后几个月开始,2024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上升至5.5%,每月净损失14.9万个工作岗位,总共210万个工作岗位。 瑞银行说,经济衰退将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失业率将在2024年中期升至5.4%,每月净损失13.7万个工作岗位,总共190万个工作岗位。 另外一个保险公司说,从第三季度开始,失业率升至5.5%,每月净损失10.6万个工作岗位,总共180万个工作岗位。 杰弗瑞说,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衰退,第三季度的失业率将升至6.5%,净损失20.2万个工作岗位,总共340万个工作岗位。 美联储呢?鲍威尔认为,美国有可能避免经济衰退,但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出现温和衰退。 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地区银行主席三月份的预测中值是第四季度失业率将升至4.5%,明年将维持在高位。 这相当于今年年底,每个月减少大约12.8万个工作岗位。 好啊,那么衰退啊,应该是不可避免了哈,只不过是温和的,对吧。 好,另外,大举押注AI,重仓英伟达,微软,华尔街基金经理跑赢96%的同行。 一位华尔街基金经理发现,大举押注人工智能股票,同时避开其他大型科技股,是跑赢市场的关键。 据媒体报道,全球顶级投资机构富兰克林·邓普顿,旗下规模1.58亿美元的基金,FTGF。 今年以来的表现超过了96%的同行。 该基金今年以来,15%的涨幅远超摩根史丹利资本国际所有国家全球指数,8%的涨幅,后者被用作全球股票基金的基准。 该基金最大的股票持仓包括顶级AI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微软,以及荷兰半导体制造商阿斯迈尔。 今年以来,随着ChatGPT爆火,微软可谓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该公司通过向ChatGPT的开发商OpenAI投资上百亿美元,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与此同时,英伟达也被业内视为AI芯片方面的领导者。 今年以来,微软涨幅已超30%,英伟达的股价更是飙升超过100%, 科技股仍然具有吸引力,因为我们认为美联储已完成加息,尽管我们预计不会降息。 管理上述基金的金经理ZO告诉媒体, 他同时指出,必须区别看待科技股的不同领域,而不是简单的投资大型科技股。 事实上,该基金正在避开苹果、Alphabet、Meta和奈飞等传统科技巨头。 虽然Alphabet正在努力推进自己的AI技术,包括开发了一款与ChatGPT竞争的聊天机器人, 但欧表示这些股票更多的面向消费者。 好啊,这个科技类的还是不错的啊,今年。 全球投资大佬也就融入了啊,眼下全球一些最知名的投资大佬都在涌入AI领域, 包括斯坦利、比尔和大卫等亿万富豪,亿万富翁。 摩根·施丹利研究估计,AI将带来6万亿美元的投资热潮, 而美国银行则预计,未来7年AI将带来15.7万亿美元的投资热潮, 因为这项技术将带来iPhone时刻。 好,另外关于特斯拉的消息面, 为部分美国库存的Model 3提供约1300美元的折扣。 据特斯拉美国官网,特斯拉对部分美国库存的Model 3车型提供超过1300美元的折扣, 此前该公司在欧洲提供的折扣幅度更大。 本月,特斯拉上调了大部分新订购车型的在美售价。 分析师表示,特斯拉今年在多个地区大幅降价, 在面临经济逆风和竞争加剧之际, 该公司正在采取传统汽车制造商的策略, 及提供激励措施来清理库存。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告诉股东, 该公司将首次尝试广告, 分析师认为此举是为了提振需求。 他还警告说, 特斯拉也不能免受全球经济的影响, 他说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将会很困难。 好,看过消息面, 我们继续分析我们的热门标的, 从奈飞的周线图看齐。 那么奈飞的周线图, 我们在上周给出的指令是做多, 很显然本周上涨了。 那么后续我们要看他对于左侧高点突破的一个力度, 当前我们看到周线图还是中等强度的阳线, 表明多头在主导正在向上的一个态势。 但由于他面临这样的一个阻力区需要去突破, 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从趋势的理论, 我个人的假设是他将尝试突破这个高点, 去创一个新高看一下, 这个是下周早些时候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想要去住双重顶也并非那么容易, 因为多头还是这么强, 对吧?周线图这么强。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看到日线在周四这一天也是大幅的去测试这个高点, 还没有突破上去, 那么周五是微微的停顿, 因此我们还是有希望再突一突往上, 什么意思?继续看涨的概率会略高。 好,我们看一下近期的明星股, 是英伟达。 那么对英伟达的周线图, 我们看到本周的周线又是非常漂亮的大阳线。 也是说英伟达怎么这么强呢? 我们其实近一阵子都已经解释过了, 包括英伟达, 微软, AMD, 谷歌这些图, 我们其实在技术位上, 咱们不看消息面, 在技术位上我们也都是第一时间进场的, 对吧? 突破回台指定, 走起, 然后再前两头说, 应该继续去做多。 因为空头砸不动啊, 包括我们这六七周以来, 我们美股大盘, 包括纳指都在横盘震荡啊, 我们的英伟达其实也是在横盘震荡, 那随后呢, 市场选择了向上, 那么英伟达也应该选择向上啊, 那接下来呢, 我认为啊, 这个图呢, 再创新高的概率会大于注顶的概率啊, 创了新高之后, 再看看能不能注所谓的顶, 好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强弱力量悬术的对比下,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顺势预期啊, 去向上突破最高点之后, 我们在本周四呢, 将会迎来财报啊, 看一看到时候财报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无法提前预知到底怎么样, 对吧? 具体情况如何? 就目前的技术面来说呢, 多头还是相当的强势啊, 说强吧, 马上就要到顶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呢, 顶是需要走出来的, 而不是你猜出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近期我们的一只超底低价股, 大家看啊, 这个低价股呢, 很显然是一个多重底架构啊, 包括啊, 近期的第二浪下跌, 突破回踩带值低啊, 这又行了一个局部的双重底, 大家看, 突破景线位置之后, 回踩景线, 本周呢, 周线又是一根强势的阳线,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阻力区也有可能被突破上去,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啊, 近期超底是从1块1, 1块2一带, 对吧? 然后啊, 就是新的一轮的多头吧, 那现在已经2块4了啊, 已经翻了一翻了, 那么一旦突破这个横向阻力区啊, 将来迈向更高的位置啊, 这里4块8, 再翻一翻是吧, 嗯, 所以相对于2块4翻一翻啊, 那相对于1块2, 那就是多少了呀, 1块2涨到4块8是多少了呀, 300%, 对吧, 所以你不能要有这种, 要有啊, 你的仓位成本的一个, 这个这个相对相对涨幅, 对吧, 而不是啊, 相对这个高点再涨, 那这是翻一翻, 那从下面就是翻了, 就是说涨了300%, 对吧, 所以我们去做梦, 是有可能的吧, 我们看到日线呢, 在这里回落之后, 我们看到空头呢, 再次想要下行, 但是你看, 这儿阴线非常强吧, 多头更强啊, 弄起来了, 这儿呢, 空头就变弱了, 变小了吧, 空头这还挺大, 这儿变小了, 那这样的话, 上行的概率会高吧, 对, 一旦走起来也不得了啊, 不得了吧, 我们用这个线连一下, 300%啊, 挖掘300%的利润可行吧, 那之前挖掘过100%, 再挖掘300%, 那不得了啊, 当然我们仓位肯定是小一点啊, 合理一点就可以, 你不要想着一个股让你赚很多啊, 连特斯大都不能永远保证你, 重仓持仓一直涨啊, 好, 呃, 那么对于OXY巴菲特近期又增持了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 我们对这个图呢, 保持一个非常中性的态度, 就是说他近期的行情是偏震荡, 因此呢, 对他来说不想做啊, 就是这意思, 对吧, 因为他在无序震荡, 那这是周线图的震荡,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啊, 小仓位或者不参与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日线也是无序震荡, 对吧, 没什么可搞头, 有人说这万一止跌呢, 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也是先看一些震荡, 嗯, 嗯, 做多的话也行啊, 也可能不怎么暴跌,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PLTR的周线, 呃, 那么木头姐近两天啊, 一直在啊, 近啊, 就是本周吧, 一直在加仓这个股啊, 那这个股我们之前啊, 分析过他啊, 一些啊, 消息面解释过他, 另外呢, 又有一些新的消息面, 是说呢, 啊, 他里边也有一些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服务啊, 工具服务, 那, 就比较热, 当然了, 这两天的这个上涨, 木头姐肯定有功劳, 对吧, 因此呢, 在技术面上已经啊, 告诉市场, 我要摆脱相对底部, 因此后续呢, 我们看回落啊, 这个回踩颈线的一个可能性, 头肩底颈线的可能性, 然后呢, 继续看涨就行了, 对吧, 你看这个图就落在了我们画的下边说, 第二个横线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说肩膀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是头肩, 这是左肩, 右肩肩膀这个位置是有效的, 那两根周线大阳线啊, 你不管谁去买这个股,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他上去了, 是吧, 你不是木头姐买, 也有其他图买啊, 其他图在涨也不都是木头姐买的吧, 所以涨的过程中呢, 原因并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结果, 那他会导致市场, 特别是技术分析者, 对这个图的预期会发生变化, 那接下来预期就是继续震荡上行, 我们看一下日线, 有没有可能微微回落, 有啊, 到时候看回落之后啊, 再直接就可以继续做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强势的PLTR啊, 他也涨了6-70%的啊, 这一步啊, 如果你从肩膀这开始抄底的话, 其实我们第一浪, 突破浪结束之后, 第二浪就是在这个肩膀附近等的, 对吧, 走起, 漂亮, 有人说他可以直勾的下行, 也可以直勾的上行吗, 当然可以, 因为他是个股, 他的市值目前是248亿啊, 小市值啊, 中等偏小, 好, 我们看一下一只啊, PTON啊, PTON这个图的周线图,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型的震荡行情啊, 这个震荡行情创了一个新的低点, 因此我们的下跌曲线要重新画到这里, 对吧, 也就是说他怎么创新低, 没有止跌呢, 破坏掉原来的位置呢, 他就是不想破坏掉啊, 那我也没办法啊, 破坏掉之后呢, 可以小幅的离场或者是减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重新等待大型下跌圈的右侧再去做, 或者是啊, 我们看到日线啊, 或者是啊, 这根下跌曲线的右侧再去做, 对吧, 我这已经画好了, 你可以把它适当的移动下来, 等它强势突破上去回踩一下, 再做, 对吧, 也可以, 对不对, 有时候呢,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震荡底啊, 啊, 他为了又又一下空啊, 事后你可以看, 有可能是又空啊, 但啊, 有可能是一个震荡底, 洗一下排啊, 然后呢, 再去上, 好吧, 这图呢, 也可以再等一下, 不要急, 网友问高通, 说高通怎么不像英伟达, 微软这么长呢, 他这个产品不一样啊, 产品不一样, 他是普通的半导体产品啊, 普通的半导体, 没有什么啊, 当前这个半导体行业, 或者说市场的需求啊, 不像原来这么强啊, 因此呢, 市场是炒预期的嘛, 所以, 这个图呢, 本周是一根阳线啊, 确实没有跌破这100块啊, 没有跌破这个地点,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像刚才这个PTON一样啊, 你可以等待日线图的一个啊, 这个位置, 你可以画一个再抖更陡峭的啊, 突破回来直接再去做啊, 也可以啊, 确实有点直接迹象啊, 去做, 也可以等待这根大型下距顺便被突破上去, 再回踩直接再去做, 也可以, 有时候呢, 就是一个啊, 写了个盘啊, 这整体是一个大型的ABC啊, 写完盘之后继续暴涨, 给大家也要关注这种可能的底部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QS, 啊, QS这个图呢, 啊, 他好就好, 再比高通啊, 要好一点啊, 他处在一个下距顺便的右侧, 但高通呢, 就像中其实也是, 也是一个大型的ABC啊, 只不过他又砸到了这根下距顺便的下方啊, 而QS, 我们平时在交易的过程中, 尽量选择不砸破的啊, 不砸破下距顺便的啊, 这个位置呢, 看看能不能止住啊, 估计有点细啊, 本周是根阳线,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大家也可以啊, 如果你去尝试的话, 其实你的直线, 极限止损只有一块钱啊, 那么涨起来就不得了啊, 70块80块的, 对吧, 因为5块钱作为止损嘛, 那么也可以等待第二大浪的右侧再去进场, 也可以啊, 避免说再去创新低这种情形, 我们看一下RBLX的周线图, 这个图我们上周说做多吧, 那本周也是一根阳线啊, 只不过他这个脾气啊, 就是比较慢, 大家还记得这个图的脾气吧, 你看上行过程中一直震荡上行, 就这个图目前还是多头在主导, 所以应该继续去做多, 二肩图你会感觉很慢啊,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第二大种残骨的周线, 谁呀, Roku, Roku太不给力了, 有可能是这个肩膀在这儿呢, 他可能要再测试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肩膀, 有可能吧, 你看, 他这个左肩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小型的反弹啊, 这个右肩呢, 长得过高啊, 他就直接回踩啊, 往这儿踩, 往他再踩一踩, 你看到什么了, 啥也没看到啊, 你看, 这些红色的阴线是越来越小的, 表明确实有多头才拖着了, 那买他阴线才会变小啊, 所以有可能啊, 再测试这个肩膀啊, 也就是50, 48这一带, 所以这第二浪呢, 他其实正在形成一个右侧可能底部啊, 这是左底, 这是右底啊, 所以大家要关注啊, 接下来一周到两周的一个止跌的情况, 重新的做一轮新的多头,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对啊, 这是一个斜行的洗盘, 我们还在等待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啊, 或者说等待下跌讯然的右侧这个位置进场, 也是OK啊, 所以啊, 很多图呢, 有的图在涨, 有的图在, 有的图马上就要给机会的感觉了啊, 所以市场永远都是有机会的, 我们看一下近期我们的shop, 先看一下周线啊, 有人说shop是不是要局部要, 又要洗盘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多头呢, 少量减烫, 可以的, 对吧, 周线图这是, 你看, 他有没有可能继续再涨啊, 当然有可能了, 你看, 银线这么小, 表明没人卖啊, 为什么, 因为他后续他想继续往上涨, 他才卖的少, K线才小啊, 银线比较小吧, 你看, 这么小, 小也没有, 小有可能是顶啊, 黄昏之星啊, 那种啊, 也有可能, 所以可以少量减仓,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个上涨中继呢, 回落一下, 然后再强势的拉升, 有啊, 我们是顺势去猜啊, 好, 好, 我们看一下snow, snow的周线图, 本周是一根阳线吧, 非常漂亮吧, 我们啊, 近期也让抄底吧, 那继续看涨呗, 日线图都不用看了啊, 你看周线是个阳线呢, 这一往上走, 走起来那就是多重大底了吧, 走起来往上走, 对吧, 不管它涨到哪, 总之啊, 能多赚点, 能赚点试点, 是吧, 我们看见半导体行业整体, no, soxl非常强势的, 漂亮的, 我们抄底抄对了吧, 那么后期有没有很长, 有啊, 为什么没有可能, 他在这里洗了这么长时间盘, 目的是啥呀, 上啊, 洗盘的目的是为了长, 是吧, 阳线这么漂亮, 本周, 不用看日期, 我们再看sqq, 哎呀, 不行吧, 大阴线, 有人说, 他又在27一带抄底了, 后悔呗, 我问你后悔不, 他那点抄底抄底抄底, 没意思啊, 你那个底不是底, 你之前这也都超过底, 咱就不长教训, 是吧, 你猜的不是底, 你最后一次是底, 但是你过程中你都亏死了, 是吧, 什么时候是底我也不知道呢, 所以啊, 不要去猜底,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周线感受一下, 嗯, 我们都感受一下这个k线, 你看阳线多么的漂亮啊, 看到这么漂亮的阳线, 多头们多么的高兴啊, 是吧, 这就更像是一个头肩啊, 右肩, 对不对, V型反转, 大型的头肩底, 右肩只跌了, 走起, 是吧, 不管它是震荡还是涨, 都行啊, 反正不跌了就行, 是吧, 好, 有人说台积电怎么看, 他这看, no, 你说怎么看, 看涨啊, 这么大的阳线, 这是多头埋起来的, 他可以埋起来了, 整体这是个ABC感觉, 是吧, ABC洗盘, 走起, 去测试这个高点, 是吧, 105, 嗯, 其他的图, 网友问, 做么看一眼吧, 啊, 做么有点冒上去了啊, 多头要开始注意了, 啊, 周线, 你看,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多头呢, 应该等待一个稍微停顿, 或横盘, 重新开始做多, 是吧, 回路啊, 止跌, 或者是横盘, 在纸店做一个多, 就可以了, 他终于要起飞的感觉了啊,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吧, 我们明天盘前, 再见, 拜拜,